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王俊凯唱K被拍,中餐厅姐弟情真好,粉丝,杨子的穿搭很好看 杨子和王俊凯因为和拍一档综艺而成为好友关系 近日,两人和朋友一起相约唱K被拍,并引起话题 有人说两人是恋情关系 当事人也出来回复,当天是多人一起出去玩,两人之间只是朋友关系 其实很多人一起出去玩也是正常的,只能代表两个人关系好 很多理智吃瓜的网友表示,杨子的羽绒服太好看了 因为杨子当天是私人行程,所以网络上并没有清晰的搭配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杨子日常的搭配 在K哥事件后,杨子近日现身机场,身穿拼接风衣搭配牛仔裤,日常又有活力 风衣是秋季必不可少的单品之一,虽然现在天气已经逐渐变冷,但并不是很稳定 翱尔太阳好的时候,穿上羽绒服反而会太热,单薄又轻的风衣是不错的选择 不过大街上选择风衣的人实在是太多了,经典的风衣穿出门肯定会撞衫,为了避免撞衫,可以像杨子一样选择一件拼接的风衣 杨子选择的风衣是以身蓝色位基调,袖口和领口拼接皮衣,使得原本简单,优雅的风衣变得更加的嘻哈 帅气一点 领口的金属扣子的装饰使得整套服装多了一些硬气感,简灵又好看 如果不想要和别人撞衫的话,可以选择这样一件简单的拼接风衣,活力又独特 杨子当天搭配的单品也很简单,内搭一件黑色的紧身毛衣,下身搭配一条黑色的紧身,一双运动鞋就轻松出街 如果是传统的风衣版型,搭配运动鞋会很奇怪,不过这款拼接设计的风衣本身就很运动化,两者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杨子的日常穿搭都是以日常,运动化为主,比如这套穿搭,每件单品都很日常,运动 上身内搭选择一件深蓝色的上衣,下半身选择一件宽松的直筒裤,外搭一件拼接外套,搭配一双黑白相间的鞋子,整体的搭配十分日常 虽然杨子整套穿搭都是以运动单品为主,但还是可以看出,杨子的身材比例是不错的 主要是单品选择的正确,裤子选择的是修身直筒裤,上半身短款的设计,即使不用特意打造腰线,腰线也很明显 杨子日常的穿搭都是以运动为主,不过拍摄拍摄大片时的服装都很精致 如果想要学习杨子修身,精致的穿搭的话,不妨可以看看她的大片 杨子内搭一件微宽松的黑色上衣,下半身搭配一条修身的背带裤,搭配一双棕色的长筒靴 修身的上衣和裤子,使得杨子的好身材一览无余 背带裤在秋冬是一件很好的单品,搭配长筒靴就可以打造出精致,优雅又有活力的感觉,和单纯的搭配T恤和板鞋式两种不同的感觉 杨子的日常搭配虽然不算精致,但是有着自己的性格,宽松但又修身,随意但是又不凌乱,非常适合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女生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